以及我們電視機前 我們所有鄉親中部的視頻 大家好 今天11月24日 星期四 或是台南市議會的第二次 第四處 定期台會第十八處回議 最後一定是我們的市政總結局 每人結局時間五十分鐘 議員結局的順序 今天是由本席 以及我們的劉順法議員 開南鄭玉祖議員 現在由到我們的鄭玉祖議員 來做市政總結局時間五十分鐘 鄭議員請 謝謝 感謝我們的主席 賴市長 我們師傅的團隊 我們今天的新聞媒體先進 大家早知道 今天總結局是由莊玉祖 來做市政的一個檢討 我現在 我今天想要檢討的是 我們的校護代理問題 我想每一個家長 他們很期待 警長你請坐 因為我還沒有請你上 這樣 每一個家長 一個人很辛苦 讓我們送我們的孩子去討論 他就是希望他可以 很快樂的出門 可以平平安 我們回來 最好在學校 就是都安全無慾 不去發生什麼事情 教師說 如果不去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有我們很好的 社會阿姨 可以在第一個時間點 來做一個緊急的處理 所以今天 有很多 家長 甚至也有 學校 有在反應說 我們目前學校 這個校護代理 是不是有他的漏洞 所以我今天要來探討 就是 校護的代理 學生的安全 誰來理 局長 我先請問你 市長是陳大醫院的醫師 那我在這邊也請問 陳大醫院的醫師 如果請假 是不是可以讓 陳大醫院的行政人員 來做代理看病 你說可不可以 應該是由專業的醫師 好 那如果是護理師請假 是不是可以由 藥師來代理他的請務 可不可以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是哪一個 你回答我可不可以 就OK了 可不可以 以他的專業 來做代理的工作這樣 那就是表示說 護理師請假 不應該由藥師來代理啦 是不是 對不對 原則上就是會 請護理師來協助這樣 協助嘛 那不是說代理啊 到底是不是可以代理他 協助跟代理是不一樣的 對來協助他的 代理他的工作嘛 局長我們簡單二要 可跟不可 兩個答案而已 可不可以 跟議員報告 就是我們原則上 都是以他的專業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可不可以就OK了 原則上護理師請假 應該是不可以嘛 好 第三個 學校的護理師請假 請假時 可否請老師代理 局長 你說可不可以 是 老師代理可不可以 是我跟議員說明 因為 局長 長話短說 你針對我的重點講 就OK了 你等一下要解釋 我會讓時間給你解釋 可不可以 這樣就OK了 因為我們會依照他護理師 他請假的這個時間長短 如果說他只是請個試駕 或者是說他請個半天休假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再請這個 所謂的護理師來代理他 那局長 那這樣子你給本席的答案是 可以嘛 對不對 是可以代理嗎 我的意思是說 會依照他請假時間的這個長短 會有所差異 你不用去時間長短不管啦 我只是問你說可不可以 我老師代理 你跟我講說可跟不可這樣就OK了 我們是請老師來協助啦 好啦你請坐 謝謝 你請坐啦 局長我覺得你有一點強詞奪理啦 那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共同來探討啦 你說協助 好我這邊有幾個案例啦 你大概可以 我們提出來共同做參考 我這邊有一個案例是 有一個A同學 他跑步跌倒了 他的手鐲紅腫 一般正常的 有老師去做代理的話 可能老師的直覺就是說 反正就是覺得跑步跌倒 很常見的事情 不會怎麼樣 我就給他冰敷 然後就叫他回去了 這是老師一般代理 處理的情形 結果 事情不是這樣子 這個孩子 欸 回家以後 這個A同學 他覺得越來越痛 趕快緊急就醫 後來才發現是骨折 是骨折喔 好 我們還有下一個案例 這個是B同學 他上完體育課 覺得頭暈嘔吐 那也是由學校的老師來做代理 在當下老師以為說 是不是高血壓 或其他的疾病 緊急再趕快去送醫 後來到 到達醫院診斷以後 證實說 原來他是沒有吃早餐 所以血壓太低了 造成他的血糖太低了 所以這就是因為 沒有當下代理的人 是一個專業的副理 是所做的判斷 所以局長 本席請問你啊 你有沒有真正 到第一線的教育現況 去了解我們校護 當下在執行的任務 到底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真正去 我想我跟議員 我看你不太可能啦 也沒有這個時間 完完全全只針對 校護這個區塊去做關心 一般你到學校去視察 只是都針對學務的問題 去做關心 是不是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當然您提出來的這個案例呢 我們當然看了之後 也知道說 可能有一些突發的這個狀況 如果沒有護理人員 專業的護理人員在場的話 他的確在處理上 可能會產生一些 判斷上的這個問題 重點就是 重點我就是讓你知道 就是判斷的錯誤 因為老師沒有去被護理的嘗試啊 他怎麼會知道他的背後 到底他的狀況是發生怎樣 他只是以一般的嘗試 來是做一個判斷而已嘛 是不是 所以我跟議員說明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給各學校的 這個做法都是說 如果護理人員他請假 一日以上的 他就要聘請專業的護理人員來代理啦 那如果說他是臨時 比方說他請了半天的休假 兩個小時的試駕 這個可能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臨時找到 這樣的護理人員來做代理 但是我們也有要求學校 就是說你必須要 落實代理人的這個制度 那在學校裡面 什麼制度 除了 老師他也沒辦法 有專業的護理人員的這個嘗試 甚至這個專業的知識 我們去講到什麼制度 像我們 局長你請坐 你請坐 我坐這邊最重要是要讓局長去了解 你要去第一線 去真正了解學校的狀況 不管你是長時間跟短時間的代理 都不可以便宜行事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啦 局長你知不知道真的是不怕 而且這是身體安全的問題耶 現在竟然還有有的學校 做了完全相反的決定 他在這邊怎樣講你知道嗎 他甚至告誡我們的護理師 不管你是請試駕或是病駕 只要在開學的期間 通通不准學校的護理老師請假 局長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這樣合理嗎 不准學校的護理老師請假喔 在開學的期間喔 萬一我們的護理老師 家中臨時有狀況的話 這麼不盡人情嗎 局長你知不知道 是因為我不知道您提的是哪一所學校 你不要跟我說哪一所學校 你事後去了解 就是有這樣的訊息 我今天才在因為你出來 我們會加強跟學校宣導 就是說當然 為什麼局長 為什麼學校會有這樣子的作為 因為他也怕啊 因為護理老師 畢竟是屬於比較特殊的一個職位 圖南之間的請假或怎樣 學校也慌啊 尤其是開學期間 新生進來 很多圈頭萬序的事情很多 所以他當然就要強力的要求說 你護理人員在這段時間都不要請假 所以這就是在這邊有一個漏洞嘛 局長知不知道 這個應該是不會要求說 都不准請假啦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 就是有這樣的情形 有校護來跟本席做這樣子的反應 可能學校會說 如果說他有休假啦 這些呢原則上呢 盡量在寒暑假的時候呢 來請這個長假的部分 那倒不會至於說 他這個完全都不可以請假這樣 局長 本席就是要跟你告誡 因為就是他是護理人員 他是護理師 所以一般坦白講 我們學校的一般的行政人員或老師 根本不太願意去做代理這個工作 如果在代理的過程中 沒事是最好 萬一有個事的話 請問誰要去扛這個責任 這個都是憲老師 以違法之中去做代理耶 局長你知不知道 你清不清楚 因為我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呢 如果有人員請假 不管是哪一個人員 他都有所謂的代理的順序 等一下 我剛才本席已經強調了 校護 他是一個比較特殊 特殊的職業 特殊的一個行業 你說要叫一般的人員去做代理 我已經強調過了 本席也強調過了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局長你聽得懂不懂 是我了解那個議員您的意思 小局長一起坐 謝謝 所以在這邊 我特別提出了一些說明 就是針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所屬各級學校 護理人員這個差架的職務代理的要點 這邊有提到這個第四點 各校應譯為護理人員排定差架之校內代理人員職代理的順序 其中的第三點 他有講到各校禁用非限職人員代理的時候得約聘或約故 既有各該專業法規鎖定資格人員辦理其差架所移的之業務 請假者如為護理師應聘用或雇用作業程序辦理 如為護士或保健員 則依雇用作業程序去做辦理 這個部分是我們教育局針對學校護理人員差架職務代理的要點 那這邊還有寫一個公務人員請假的規則 有一個第十二條 請假公假或休假人員的職務 應委託同事代理 機關所長務必要時 並得進行派員代理 我為什麼特別提出這兩點出來說明 最主要是我們學校 有一些校長把他誤解了我們上面的兩項的一個法令 因為他們現在他們覺得說 我只要學校遇到 護理師請假就直接交由校內的衛生組長或學務主任代理 所以這樣學校老師一再緩應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便宜行事 因為法令中的那個德 他是用德 他沒有說因 因用因他用德 所以才造成現在學校的老師也恐慌 甚至他們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有點便宜行事 那第二個這邊還有一個說明是 台南市有一個法規 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個台南市是政府教育局所屬護理學校 差價職務代理要點 這個是我剛才要講的 因為我們的法規不夠健全 之中的那個德聘用專業人員 沒有說非因 德跟因 它的解釋的範圍就有狹義跟廣義了 如果是德的話它是廣義的解釋 如果是因的話它就是有一種硬性的規定 所以我們台南市 學校護理人員職務的代理人力的系統 有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但是實際上它的效用並不大 所以剛才局長你有講到 你說請假一天或一天以上的話 但是有時候你在請的天數如果太少的話 其實沒有人沒有人來應徵 或者是學校的護理師緊急請假的話 真的有人要來應徵的時候 其實因為經過好幾多的程序已經好幾天了 時間也過去了也沒辦法真的去聘令到 具有專業的護理人員 還有我們學校衛生法第六條有特別的規定 學校本應有健康中心之設施 作為健康檢查與管理緊急傷病的處理 還有衛生諮詢及支援健康教學之場所 這是學校裡面本來就應該有的 所以學校的老師及行政人員 如果沒有相關護理能力來擔任這個工作 他能勝任嗎 他根本沒辦法勝任 因為我們的學校衛生法也已經有寫得那麼清楚了 所以他這邊還有特別再強調一點 根據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 有這樣子的法律去約聘這個具有相關的護理人員 來做代理 但是時間上可能蠻急迫的 那就由學校去邀請學校的一般的老師或是衛生組長來代理 這樣有沒有違法 就要看他工作性質 如果是有關醫療跟護理的工作行為 這個是不適合的 這是不適合的 但是如果說剛好沒有人 好你請坐 那他做簡單的一些包紮送醫是沒有問題 好你請坐 局長講得很清楚 這樣是違法的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有點罔顧我們孩子的這個生命的安全 而且也現學校的老師在違法中做事 局長你說這樣好嗎 而且我們又是身為公部門 我們身為公部門更應該要以身作者 變成我們等於是代頭違法 這樣對嗎 謝謝議員的提醒 那我們會再跟學校強調這件事情 尤其是其實我們有建立一個人力資料庫 就是說如果學校的護理師他有請假的必要的時候 有一個人力資料庫學校可以從這個地方來找尋相關的代理的人員 那如果說學校有個案性的需要協助的 其實也可以直接跟局裡面來說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加強跟學校宣導 局長我剛才已經跟你強調了 因為我們有剛才你講的這個人力資料的系統 但是它的效用並不大 因為我們愛以程序 那個程序有時候是太慢了 所以在當下如果真的有緊急要去做一個 那個校服人員的代理人員的話 可能有時候是緩不济集 你知道嗎 只要他學校護理人員請假 他就可以上這個人力資料庫裡面去找尋 那當然時間要能夠搭上來嘛 所以他其實沒有太多行政程序需要走 只要他護理人員要請假 他就可以從這個資料庫去找尋替代人力 基本習的了解 學校的反應是說程序真的有時候太慢了 緩不济集 他不需要報局裡面準 他學校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私下再跟議員了解一下 是哪個學校他覺得在行政程序上 有一些特殊的情形需要協助處理 那個局長你這樣講 如果有這樣子的人力資源是去處理 那是最好的 我們也不希望說學校 尤其是我們是公部門 我們帶頭違法的話 這樣子我覺得 我們每一次都要刮別人的鬍子 都沒有想想我們自己的鬍子 是不是也應該要刮一刮 所以這個資料庫本來就是現成的 學校可以從那邊去找尋適當的原理 我在這邊是有一個建議 我是說其實我們未來 因為我剛才有已經在強調說 我們當初的法令 它是寫德 所以它有一個比較廣義的彈性 所以未來是不是有機會 把這個德改為因一定要有 護理人員應聘業 護理人員不應該讓學校的老師 或是註冊那個什麼 衛生組長或是學務組長 他們來做代理 這個部分我希望那個局長 會後你們可以去做一個檢討 做一個評估 這是我個人本席的一個建議 這個辦法 第二個是我希望能整合 我們本市衛生局 各區護理人力的資源 讓學校有代理的需求是 馬上有專業的人員進駐 這個我們會再跟衛生局這邊來做做 這麼好的資源放在那邊 不是很可惜嗎 而且衛生局在我們每一個區 都有衛生所的人員的配置 其實你們這樣子的去做連結資源的整合 我覺得是最快的 跟議員報告一下 所有的醫事人員 就包括護理人員 他只要職業的地點改變 要做資源報備的動作 所以這個如果事先還有一點可能 不過我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目前台南是有護理師執照的 就是護士護理師執照的有總共一萬六千多人 但是做職業登錄 他在實際做護理工作只有一萬兩千多人 那以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跟護理師公會去做聯絡 就是說他們有些就是 平常他沒想要工作 但是偶爾他有可能是小孩子的關係 他其實是在學校當志工媽媽等等 他是有護理人員資格 那這一根資料我們來協助做盤點 對啊局長你要協助我們教育局 我們來盤點這些資料 給條育公和教育局 那如果有需求的時候 他可以就近從他們的學校的家長 這是最好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工作的情況 他報備很簡單 這我們要從衛生所再到學校去的時候 因為工作地點改變 就報備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這樣子 這個部分可能是局長你們的專業 我們來協助跟那個 程序這個過程怎麼去處理 局長希望你們跟我們教育局 對我們來提供人力資料庫 把他提供量大一點 好 資源整合 好 局長你請坐 第三個是我們希望 如果是這樣子可以的話 可以發文至各校 未來可以明定學校的護理師職務代理 應該要具備護理人員的資格 局長你覺得可不可行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原則上我們都是朝這個方向在做 但是因為他 據北施的了解沒有 應該是有 就是說他如果說他是突然之間 他要請假一兩個小時 他可能沒有辦法 馬上去這個資料庫裡面找尋 這個適當的人員 但是如果他是事前請假一天的 這個一天以上 這個我們一定都是找專業的人力來 來協助 這個部分 我希望你能清楚的了解到 校父這個職位 他畢竟是不一樣的 他是在處理孩子 還有我們的血統在學校 萬一有個事故發生的話 他是第一個 等於是守門員 你如果在第一時間點 你隨便 好了 就像你說的 一兩個小時沒辦法 如果在這個一兩個小時之中 發生了 我們不可去抑制的 過錯的話 請問誰要擔待這個責任 我們不願意樂見 局長 這個當然是我們非常重視的事情 我覺得你們要去克服 我剛才已經很明確的講了 未來在這個法律上 我們應該將德改為因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你給我一個答案就OK了 這個我們回去會評估 會來研討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給我 我們會盡快來處理 盡快 盡快是什麼時候 我回去會跟我們同仁 把這一個整個 有關於護理人員的請假的相關辦法 我們就拿出來 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整理的 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 很有魄力的局長 然後我們會找一些學校 共同來延商 就是說在現場上 所發生的這個狀況 局長 我們要做一個通盤的 本席跟你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事不宜遲 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本席一再地強調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而且現在的孩童 不是我們以前 想像中的孩童 現在的孩童坦白講 有一些孩子 他們的動作有時候 是我們不可去意知的 我在提醒你們 我也不希望學校 來發生這種事情 我也希望說 我們身為公部門 更應該要謹守這個法令 不要去做違法的事情 本席在這邊 是跟你做一個建議 跟提醒 好 你請坐 謝謝 局長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剛才忘了特別跟提醒 剛才講的是校戶 那我現在是講學校的安全 最近有很多家長會 在跟本席做一個反應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記得在兩個多月前 煤跡颱風來時 造成整個全國 我們的災害非常的多 這是學校裡面的一些硬體設施 受到損害 當下我們局裡面 有告知每個學校 是不是針對 煤跡颱風所造成學校 一些硬體設備的損失 趕快做一個善後的處理 學校也都處理好了 可是 也已經核銷了 但是 經費到現在還沒有核准下來 那包商 一直要求 學校要趕快支付 學校沒有辦法 也沒有這樣子的經費 聽說是先跟家長會議屆 現在家長會一直在反應我們說 教育局這麼窮嗎 連這麼一點錢 都沒有辦法支付出來嗎 包括現在我讓你看的這些 都是已經跟我們教育局 也已經報備上去要修理了 現在還不知道到底準不準 這樣子效率可以嗎 跟議員報告 在颱風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 局長 不要再給我理由了 之前那些已經都做完了 現在等你們 教育局趕快經費 核准下來給學校 這個是已經跟教育局報備了 到底要不要給他們做 我不知道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相關的經費已經核播了 那第二個呢 我只是希望你簡單跟我們講說 像現在 現在我所舉例的這個部分 到底要不要給他們做 這樣就好了 給我一個答案 像現在目前這樣 已經跟我們教育局報備了 是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學校如果送經費概算表過來的 或者是說他在颱風來之後 第一時間做搶修搶險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經費已經陸續的都已經合播給學校了 沒有 到現在還沒有 那我會去問一下這所學校 應該是這個南區的學校嘛 那這所學校它因為有一些校舍 它是要列入我們拆除重建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學校也有提到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就算這邊是要列入拆除的 至少之前已經做過的 應該趕快把經費 有這個經費我們已經合播了 那是不是 像您所看到這個 您現在螢幕上 這不是我看到的 這是我們家長去參加 學校的運動會 對 我知道 看到很辛酸 在我的Facebook上反應給我看 是 是說我們台南市政府這麼窮嗎 連學校這樣子到現在 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處理 有 學校也有說明 因為有一些它要拆除重建 所以它就不想在這個時候呢 再做一個修復 家長不清楚啊 他不了解 所以當天我們就跟校長這邊有做過聯繫 請校長應該要妥為說明 要特別拜託你 之前學校已經做完的 那個善後的那些修復的工作 希望趕快把經費核准給他們 好讓他們還給家長會 可以嗎 是 好 你請坐 那個農業局局長 局長我順便在這邊一提 我們那個農民的農損 那個災害補助 到底什麼時候要核花給他們 已經兩個多月了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南區的這個農損 它受理戶是有140戶 那公首 沒有啦你跟我講什麼時候要核花給他們 現在這個都已經含爆到農委會 那我們再催促一下 我這邊資料 對啊你們要有積極作為啊 有有有 你知道我們農民坦白講 客廳吃飯的啊 他也沒有去發生這個事情 來請求這種的賠償 其實他們也不想要這樣子 至少說你在賠償上 你們要有積極的作為 我們現在就說11月 我們就已經算了 後續你們要去吹嘛 讓他趕快下來啊 我來吹啦 或者是剛好運到教育局的那個 學校設施的那個修理的費用 順便再提起說 這個部分你們要加 有時候也要化被動為主動啦 有啦都有在吹啦 現在都已經送上去啦 盡快啦盡快 我再來吹促 我們南區有一個機場 這是我們的榮耀 因為至少對我們交通來講 我們要到國外去也很方便 但是南區其實也有一塊珍珠 一直閒置在那邊非常的久 那個藝術長 那個我請問一下 你知道我們南區有一個珍珠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他已經擱置40年了 應該 議員應該講的是 南區有幾塊土地 是還可以 還有可以進一步開發的 包括像污水處理場 預定地 像灣里的濕地 還有另外有一個 但是我們這個是可以帶動經濟 動脈的 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 那請問大概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機長你請坐 這個珍珠 就是在我們目前的三八 三八 三八就是位於在我們 張南裡的裡面 他其實也緊鄰了安平工業區 還有那個安平港 那三八坦白講 他目前的全責是屬於國有財產局 他是國有財產局的 放那邊已經40年了 現在也等於是做一些小型的 盪球場壘球的練習之用 我們旁邊的安平工業區 實際上已經在民國64年就開發完成了 安平工業區佔地199公頃 也已經40年了 一樣的40年 安平工業區 整個廠區已經是一地難求 結果我們的三八還是在原地 而且也是蒙上很 一層很厚的灰塵 那現在的工人只有打棒球 還有讓你當做一個 利美化的用地 我覺得這個來講實在是 非常非常的可惜 我們的政府在民國102年 聽說為了要再進一步 局長你先請坐 你先請坐 為了要再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國家 競爭力 甚至他也看到安平工業區 廠商未來的潛力 所以他把安平港 把它提升為自由貿易港區 最主要是取許 所以未來能以安平港區 為一個大概我們講的 前店後廠這個機制 前店就是前面有 有那個安平港 後面有安平工業區 這樣前店後廠的一個機制 所以其實三八它所在的位置 非常的優勢 它目前就有安平工業區 那之前又有一個安平港 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很取許啦 三八 什麼時候可以把它趕快 把它啟動起來 我在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看法 我是覺得安平港 已經提升為自由貿易港區 是不是局長 我們這邊也可以透過市長 跟中央要一點相關的經費 怎樣來加速我們港區的硬體 跟軟體的設備 這是我一個小小的看法 甚至可以規劃開發 然後去延伸到我們這港區的腹地 還有它的用途 所以讓它港區的發展 能加更加的快速 然後 三八雖然它的地勢屬於 所有財產局 但是 但是我們希望能趕快把它有效的規劃 把它有效的規劃 結合各個資源 甚至可以網羅各方面的人才 來提升我們就業的機會 也直接的提升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那局長 本席在這邊請問你 目前三八它現在進度是怎麼樣 跟議員報告 因為陳主議員講的 三八的土地是屬於國有財產署的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早在 兩年前其實就跟國產署在談 怎麼去合作 你說要標售了嗎 不是標售 不是標售 就是要招商 要招商 就是說我們跟國產署去 所謂的它出土地 我們來辦理招商 那兩年前的招商順利嗎 沒有不是兩年前的招商 就是說我們要跟它合作 要合作 市政府跟國產署相關合作的企業 談了一段時間 不過這個企業就是在 今年的企業 企業已經完成了這個協商 所以市政府跟國產署已經 完成了這個企業的簽訂 那未來就是由我們市政府去做開發囉 不是我們市政府會辦理這個招商 所以我們在這個十二月中 十一月中 我們已經辦理這個公告招商 所以已經有在啟動了嗎 現在已經在公告期間公告招商 那我們也在台北跟台南 辦了兩場的招商說明會 那未來我們還針對有一些潛在的廠商 我們會積極來招商 希望能夠如果能夠招商成功的話 這個地方就可以進行所謂的開發 好局長我在這邊 剛好有集合我們地方上的聲音 我們工業區廠商的聲音 有一些小小的建議 剛好利用今天總質詢的時間 給你做一個建議 目前我們一些廠商 他是希望未來我們三八可以設置三辦 或研發的大樓 來提供給我們需求的廠商 他在申辦進出口貿易的一個減便窗口 這是地方上的一些有一些的聲音 然後加速他內外銷申請的行政程序 以爭取時效 然後來提供妥善的研發基地 然後供研發人員來使用 這是說有部分希望說三辦 或是研發的大樓 那還有是說可以設置大型的購物商場 可以結合我們本身安平工業區一些廠商 他的一些生產的產品 包括食衣住行 宜樂等各類的產品 其實安平工業區的廠商都有這些的產品 是不是可以結盟 然後提供民眾去做一個選購 然後促進我們安平工業區廠商商商品的活絡 也可以帶動他們的經濟的成長 這是第二個建議 第三個是說 如果有其他的廠商是建議說 如果可以的話是不是也可以朝著說 設置宜樂的那個休閒中心 也有我們地方上的特色 然後發展國際的觀光產業 也提升我們市民的水準 這三個是本席 最近走訪我們安平工業區 我們一些廠商給我的建議 那今天剛好在總執行的時候 提出來給局長做一個請問 其實這塊地是屬於商業區 所以剛才議員所練到的這些 其實應該都是符合這個商業區的 容許使用的項目 那將來其實要將來看 比如說如果有廠商來投標的時候 我想我們會跟他做建議 地方的需求他未來要設置 要建制的內容 我想我們會跟他做建議 當然要看未來的需求 如果有一定的需求 這是地方上的聲音 我今天代為轉達 我當然就是說 那個農事求要有夠 不然你設在那裡 沒有人來做 這個事後你們可以去做一個調查 我知道 事後去做一個調查 那議員剛才有提到 那個所謂安平港的部分 其實是 港湖公司其實也目前積極在招商 包括藍字帽 北光光 尤其是北光光的部分 目前也積極在準備這個在招商當中 那我想我們會跟 我們希望這一次 這一次三八的招商可以成功 不要讓再閒置40年了 一個40年已經很久了 我們不想再看到第二個40年 難去期待 期待我們方局長 希望你們有更積極的作為 那剛才那個三點的建議是 地方上廠商的聲音 供你們做參考 好 你請坐 給南區裡面一個幸福禮 台南市坦白講 在市長執政之下 也一直給市民很多幸福感的感覺 但是 最近我們南區的禮民 一直詢問 我們南區真的幸福嗎 真的幸福嗎 真的幸福嗎 所以我今天剛好有一些 難去遇到的事情 剛好在今天議事廳 我特別提出來講 水利局 我想這件事情 你應該很清楚 應該很清楚 這個是美濟台風所造來 後續整個的影響 其實在之前 這個有那個什麼 電力公司這個車柱 這一條 這條是金華路一段352號 52項 坦白講 這一條也是當初里長的建議 那時候也因為水災 而發生的整個造成里內淹水 水災成災 那時候是我們秘書長擔任局長的時候 那感謝秘書長在當下 幫我們解決了撤溝的問題 所以坦白講 沒有像以前淹水那麼嚴重了 但是 現在未來整個氣候的變遷 有一些是我們不可去抑制的 包括大儀怎麼樣 我們也都沒辦法去 實際的掌控得很很精準 那這一次是剛好 美濟台風影響了整個金華路上 真的是路上行舟 也看到我們現場 照片我們也 局長 我們在當下也有 跟你做一個事後的檢討跟溝通 那我們現在的作為是 朝著是寒鄉要重新去 去重建 或是 或是還是 另外用治標的方式去做主理 因為我們很怕 在下一個颱風的話 是不是 我們周邊的里民會承受不了 現在這個面積颱風 我們整個日清裡就淹水 淹得一塌糊塗 因為那邊本來地勢就比較低 而且又是舊部落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說明確 到底你們針對 我們未來金華路一斷 這個淹水地區裡面有什麼作為 跟益座這邊大概做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經過沿溪分析了以後 也找了顧問公司做了一個完整的分析以後 發現這一段一定要施涉雨水下水道的香寒 重點就是要施涉嘛 對 好 局長因為我時間也沒有很多了 只剩下很少 你只要跟我講說你們是要施涉嗎 對 那我再請問你 這個金會是地方要負責還是中央要負責 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好嗎 我們已經報去中央總經費2300萬 已經報去了 那麼我們會希望就是中央在最近 能夠在美濟颱風這些急需工程 能夠加速的核定 那如果中央沒準的話怎麼辦 地方自酬嗎 如果沒有準的話 因為這一個我們認為說它的急需性 還是相當的迫切 那我們可能會在未來年度的經費 來逐步來酬飲 好 局長感謝你的答案 好 我最主要是要想瞭解 到底是中央要給或是地方 那你有講義 我們先向中央爭取 好 那如果中央沒有的話 就是由地方自酬去處理 那就要分年分年來處理 好 沒有關係至少你們要去改善 我沒有看到你們要改善 不要讓我們南區再成為水災之區 這樣就OK了 好 局長你請坐 好 謝謝 即將無可的光明禮 陳局長 這是陳局長 我們明正局的業務 其實光明禮 他目前的活動中心 是租借我們營建署的用地 是那個你九十三年開始做的 因為那是營建署 因為營建署的租借 就是營建署的租借 只要到一百零七年 就不再續租了 這部分我們都一起跟營建署 再把營建署 再把整齣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繼續來做 但是局長 我們還是要去營建署 還是要去營建署 那就是營建署 有營建署 有營建署 叫我們把營建署 用賣 但是這樣算下去 其實那些費用 是太太多了 大概多少 包括土地 還有剛才我們來做 差不多 來使用 但是局長 你不會覺得這樣子對我們光明禮的裡面 比較不公平 我想因為當初是 採用這個地方 來做國民禮的活動中心 在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時空 時間的背景 所以是不是讓我們繼續 跟英建蘇再來努力 讓我們可以繼續來行走 使用 我覺得你也要有一個最壞最壞的打算 萬一營建蘇不讓你再續租的話 是不是光明禮就沒有活動中心了 當然這部分我們會來做準備 或是你還要另外去找庭 你不需要去給他有產保養 你另外要去找庭和處理 我想是國民禮要去找庭 對啊 所以其實 你最終的解決方式也是一定要去給他有產保養 而且啦 李明也歡迎 在我們的周遭 你看 開蘭嶺活動中心 他們輪口 比較多一點啦 五千多啦 張蘭嶺的人口多少 一千八百多 人家他們都有一個 新建的活動中心 我想議員很清楚啦 附近那幾個里 其實他時間不一樣 他的環境也不一樣 你說要拿來 這樣最好比較 我想對台湊都不好 對台湊都不好 你這樣的解釋 你跟我說我疼的 但是你對國民禮的里面說這樣 他們疼不疼 他說為甚麼都白白 躲在這個區域 別人去吃肉 他們都要喝湯 這樣才會公平 這樣不公平吧 而且他們的人口將近多少 你知道他們四千多耶 他們比張蘭嶺還要多好幾倍耶 人張蘭嶺可以騎一下 這個好心的活動中心 他們不能 我想附近幾個活動中心 他的輸容率的部分 我都會做這個案 來做一個精鐵來併佈啦 局長 本席在這邊做一個 很深層的建議啦 我希望你要有最壞最壞的打算啦 其實也在落實一比一活動中心啦 其實他們的活動中心 還是要 因為只有一千多萬嘛 台南市政府和一千多萬也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 我們在和平升格之後 就沒有所謂的一禮一活動中心 這樣的政策 至少目前目前 沒有沒有沒有 李民還是這樣子的認知啊 但是我要這個機會給議員 再多給你了解還是 沒有啊 但是未來也要面對日照啊 他們的老人也很多耶 你不希望他們這樣 因為我相信議員清楚啦 張蘭嶺在附近跟國民地 他們附近其實在這個土地面積跟人口 他們的人口密度是最多的 對 很高啊 四千啊 四千多啊 其實他的服務範圍可以涵蓋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涵蓋的住的啦 沒有啦 局長 今天是剛好總質詢 那我也了解地方的聲音 我只是做一個建議啦 未來啦齁 我們只是懇切的希望啊 你也去了解說 別人都有 但是在他們沒有實在說 你不要說什麼啦 不要說 對地方也沒辦法去交代 而且現在已經有一個影音出來了 銀建署都不租你們了 你們還要做一個比較長眼的打算嗎 這個我實在是 這個銀建署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在跟銀建署做溝通 我希望你們啦 希望你們要去做一個更長眼的計畫啦 就是看能不能把它油場撥用 給光明裡一個舒適的活動中心 可以嗎 局長 因為這個金額我剛剛也有讓議員來清楚 一千多萬而已 一千多萬 七千多萬 不是一千多萬 可是我聽說土地只有四千多萬而已喔 對 土地就四千多萬 地上物營建署要求要三千多萬的油場 市政局台南市政府的最大局 局長 有相信議員的能力 你那樣的金額絕對對台灣市是不公平的嘛 對不對 局長 我齁 我一直都很支持你的勁力 你絕對有辦法去處理 本席在這邊做一個建議啦 好 你請坐啦 安全是回家的路啦 我想這是每一個家長的心聲啦 當我們的孩子出門的時候 我們都是希望他真的回家是平安的啦 那我在這邊齁 因為我時間只剩下三分多而已啦 我只是要跟交通局做一個建議啦 中華南路由東往西 這個那個慢車道齁 來到那邊有一個路口 因為那個可能那個圖片比較暗一點 剛好是我們兵杖管理所的火葬場 現在所有的電車只要從病理館出來 都是從那台下 我右轉到那種火葬場 結果我們的慢車道 慢車道 它那個是機慢車道分流的 結果那個慢車道齁 慢車道 摩托車從那個慢車道齊下來的時候 常常會在那邊 跟我們的那個兵杖 兵杖那個車隊 做一個打擊跟衝撞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局長我在這邊特別提出來 希望你們事後去瞭解 是不是那個地方要做一個交通的補強 順便讓我們的騎車的 我們的那個市民可以去了解 來到那邊 因為它剛好是一個坡度下來 其實它的緩衝非常的大 我們不樂見說 在那個地方 剛好是 人家說的 就出山要處理了 你還有一個 那個什麼 在節外生枝的話 是不怎麼 不怎麼好 所以機長這一邊 在這邊特別做一個提醒 是不是請你們會後 我們再拜一個會堪 機長 好 那個議員的建議 對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不會來安排 因為當初始料未及 會去用到那個地方 去做那個火葬場的出口 其實那真的是一個危險的路口 剛好因為它是在地下道的 對 尤其是 這部分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對 尤其是摩托車 摩托車因為它剛好是下坡 速度比較快 很多我們的摩托車騎士到我們 付出做一個反應 其實說那邊應該要有一個 一個交通的設施 這我們在安排會開 好 謝謝 還有那個公務局局長 那個中華南路 我們那個華南地下道 這 這樣蒙面 真的有比較脆 局長 我不知道之前 這個是不是屬於我們公務局的權責 這邊 局長是不是 是 是齁 沒關係 局長 希望你們會後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門面 略為改變一下 畢竟那裡也是一個指標性的一個道路 它目前旁邊 那個油漆也已經剝落得非常的嚴重 包括人行部 那個連行道 那個人行庄 也很黑黑草草 非常壞 所以我懷疑說 本來懷疑說 這已經可能年久未修了 這個也希望公務局局長 會後 好 好 好 非常感謝政局主議員所做的市政 總結順 我們最好的議令到這裡結束 感謝我們熱情的市長 剩下市府團隊 以及我們新聞媒體 幸福的好朋友 我們的歷史採訪 本會國議黨人的出席 以及我們電視機情 我們的鄉親中部的市長的關心 我們下午兩點 在我們一樓幹部式 進行到我們的 聽書議員會的這個會議 我們今天去散會